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2年5月25日,星期二三,今天在拍影片跟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恆子今天的走勢,恆子跌了兩天後,今天有少反彈,反彈到日線的3MA,5MA和8MA,升穿了8MA,然後在上面有固壓,最後收到陽足,但上鏡線比較長 看看小時圖,小時圖的STC已經變差了,在超賣區已經變差了,但上鏡線有點像是反彈浪 這裏可能需要再加上鏡線,調整才會完結 用IG看看,看看IG的4小時圖 這個反彈是因為前面的2個跌浪的1比1的比例,它收到,所以就有個反彈 反彈,反彈是去到1001呎的50%的位置,2萬多300多,大概有企不穩在上面 所以就看到也在一些AMA的位置,也在那條21和34MA的位置 那現在就變成了,都是在比例之間,看看最後站在哪邊 如果它最後站到,起碼要站在這個20278,至碼要站到這個,或者站到這個 那就應該會是,站得穩一些比例,應該向上的機會就大了,或者四番穿這個頂的機會就大了 否則它剛剛那個炎火圖,它上去有點像是一個反彈浪的結構 所以可能又要再試多次這個比例,試多次如果又站得穩,再過一下才上去 看看期貨圖 期貨圖就看到5小時圖,它1比1的位置收了在下面 它收了在下面,但是它又有反彈 就是剛剛IG看到1比1的位置,站得穩,有反彈 但是期貨圖這裡就反彈到1比0.786這個位置 大概204點,這些位置 它也是站不穩,但是它又落到下面的1比1這個比例 它又好像是有點支持 即是說期貨圖就夾了在這兩個比例中間 如果它最後都可以能夠站得穩這個19879這個比例 它又會再試204點這些比例 如果能夠站在這個比例以上,應該走勢向上的機會就大了 所以這個比例以下就看淡,這個比例以下就看好 直到它看看什麼時候站到其中一邊 那就應該有一個方向 但如果以大方向看,看看IG 周線圖的周線圖它這個MACD 它都在收縮中,應該的時間都差不多夠久了 那麼也看到STC也有個 這些位置已經有個金叉在這裡 所以這裏如果它的MACD是有金叉的話 那麼那一下應該就是這個HIS圖他人有負數轉正數 通常都會升得比較多的 通常都是 就是這裏 就是這裏 這些升幅最少 但是它這次呢 因為是第三下 一下,兩下,三下 那這下應該會升得更多的 這個幅度 所以暫時速浪方面呢 依然都是 依然都是這個周線圖 都是一個 走著C的,向上的 這個A 這個位置是B 那都是看有個C在後面 那麼C1,C2 看看C2會不會再深一點 接著就會開始C3 那現在都是處於C2轉C3的位置 即是這個是 C1 現在是C2 C2是比較難說的 可能深一點也可以 之後就會轉C3 C3 C3 時間可能都會長久 所以都 後視都是比較看好的 差在就是這個 C2這個位置 看看它幾時結束 看看 上陣指數走勢 看看上陣指數日線圖 上陣指數就今天收了羊竹 然後 2浪簡單地結束 有機會 這裡是 1浪 2浪簡單地結束 2浪簡單地結束 就已經開始3浪 也可以 因為它 2浪最少是20% 那麼它倒了 20%以上 應該回了 然後 裡面 這裡 可能是一個 ABC 的結構 如果是的話 就 有機會完 了 調整完 就繼續 回升浪 看看 道指的走勢 看看 道指的四小時圖 它現在就像是在走 1浪 2浪 像是在進入 3浪 3浪 分成1 2 稍後有3浪 3浪 3浪 4 3浪 5 才完成 3浪 3浪 一般都可以去到1浪 1.8倍 即是它應該最終可以去到33500 這個位置 周線圖 看一看 日線圖的走勢 日線圖也是顯示了2浪 完 就開始去3浪 上去水線 這個MACD 周線圖 暫時在呈現著 弱竹 如果它收到陰竹 如果這個星期收到弱竹 有機會終結調整浪 調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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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以後事 加上 看看 不知會否去到位置才會見底 這個比較難說,如果道指見底,可能會不去到位置 要收陽足才會見底回升 下個星期就算破底也會收陽足 看看4小時圖,回吐多 可見,如果是1浪,2浪,進入3浪,但3浪要分為1,2,3浪,3浪,4,5 所以這裡應該回到位置,回到位置就上了 看看黃金的日線圖 看一看黃金的日線圖 看到它連上最低的那支,連上見底的那支 就已經會連續8支陽足 可能今天收一收陰足也不定 第9支,但它沒有收到5MA下面 所以走勢方面還未確認它轉回跌 它曾經收過在21MA上,可能也要去到34MA 即1879那些位置 但是它這位置 它這位置是收視時剛剛站到0.320 回一回有機會先試到1892那些位置 然後再繞多一陣 這樣做兩個 做一個M頭才下 即是它似乎在這些位置差不多要回 但它可能會上一上才再回 或者是可以直接回 所以這些位置都算是4小時套 是相對高位的 所以要留意它有機會回 那來看看它還能否回到最後再提升 看看原油的走勢 划算完油的走勢 看看原油它的範疇也像是上的 這位置,看見他出了晶竹後馬上出了晶竹,有點像這裡的升幅,回吐後再上升,也站到13ma, 這位置是1浪,這位置是2,然後3,可能會升一級, 這位置之前也度過他一些阻力位,他依然是未站穩的, 這位置是1,111.6,他之前一直都站不穩,但他站不穩後回吐後,就開始一底比一底高, 有點像是這樣的,一個突破可能會站穩到這個比例,所以都要留意1,111.6, 這位置,如果真的站穩到,就只需121元,看看美元指數走勢, 看見美元指數日線圖,看見跌了這麼多日後,開始有少少反彈了, 但他沒有站穩5ma,也可能是一個反彈短線, 他始終都收了在34ma下面,可能要反彈後還是要跌55, 到時看看收在下面還是要跌穩, 他有機會去55,跌穩,又會彈回上34, 即是彈回上上面這條ma, 所以到時看看55這些位置是否跌穩, 這個反彈應該都是瘦仔那條5ma, 大概是102.3的位置, 就是那條5ma,日線, 所以他彈到5ma以上,可以看淡, 最後應該碰到這條55ma, 即是大概是101.3的位置, 今天這條影片就拍到這裡, 還可以按讚,還未訂閱Youtube, 還可以訂閱我的頻道,歡迎收看給朋友觀看, 也可以考慮轉換Youtube的會員,或者Patreon的會員, 我們明天再見,拜拜!